都是啊 这个都是 好多哦 小壁瓷酸上凝结一颗颗的小水珠 每逢初春季节交替都会出现反潮现象 举驾打扫不想变得更潮湿 就靠盐巴帮忙 热水加盐巴拖地 因为热水会发快 加上盐分中的绿化镁跟绿化钙 都有吸附湿气的作用 不只能加快地板干的速度 还有防潮效果 实际测试使用热盐水拖过的地板 大约七分半水痕就已经几乎消失 但常温水拖过的地方 却倒了八分多钟都还有大片水渍 盐又用太多时 有时候盐的颗粒没有完全融得化 那怕它的粗颗粒会磨伤我们的木地板 所以比较不建议用在木地板的部分 除了地板密闭的橱柜防潮 还能靠这些小物 干燥的橘子皮跟茶叶放到鞋柜里 不止除湿淡淡果香跟茶叶香 顺便去除异味 如果你放的地方很潮湿 大概十天左右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久它就会开始发霉 所以大概到这种程度 就可以把它拿去当 比如说堆肥这样 有相同效果的 还有小苏打粉 吸附完湿器再拿来清洗碗盘 重复利用 或者把报纸卷起来 藏在鞋柜角落边 生活小妙招改善防潮现象 记者杨琪浩谢维宜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